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魏道往往承载着岁月的浓情 和座座老城里无数时刻的香愁记忆 它得益于几代厨人的反复钻研 新手相传 精益求精 也总能让尝遍千姿百味的老涛们感叹 玉盘真修 山真海味 都抵不过家乡这一口难以忘怀的老味道 三代传承的红牙老字号望儿汤 如何烹制才能确保猪血不散不碎 不生孔不起皮呢 很嫩 很滑 跟果冻一样的口感吧 香在舌尖 坏在心里 广受食客们好评的碗碗羊肉 如何才能做到汤清味醇 真鲜 羊肉的本身的味道 好吃 要分别选用什么样的辣椒 才能降服羊主 羊肝 羊宝的不同心山 有点像醉症下药的意思 你们把辣椒用到了极致 不加一滴酱油制成的风酱肉 搭配雨天才能寻觅到的地皮菜 将成就何种招牌美味 泥土的香气 阳光的味道 是一种大自然的香味 自律的味道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红牙 探寻红牙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在居民幸福指数超高的四川红牙 街头巷末隐藏着各路高手 戴雁平 看似神采奕奕的广场舞达人 实则凭借数十年家传的风味小吃 在红牙街头美食江湖中 占据显赫一席 红牙真的是一个活色声响的地方 对 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 而且你还是咱们红牙当地 一个特色小吃的制作高手 我能跟你一块去体验制作吗 可以 但是明天早上要起个大早 那我没问题 蒙蒙亮的时候 蒙蒙亮的时候在哪儿见呢 龙幕市场吧 龙幕市场不见不散 好的 按照约定 破晓洞生 到底是什么美味 需要起这么个大早呢 现在是红牙早上五点钟 平姐带我来到了 特别热闹的肉铺 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啊 我们是买猪身上的一样东西 但是不是猪肉 这个东西必须要赶早来 它吃了就不心血了 猪出来就达不到我的理想效果 猪头 猪尾 猪肝 猪舌中比较少的 来晚了还真没有了 对 你买的是猪内脏吗 猪内脏 不是 我要的东西在这里 要买的是猪血 这个必须要请全预定 哪本每天都是这么多 一二十年的吧 平姐这三桶咱都要了 对对对 每天清晨三大桶 差不多来自十二头猪的 鲜猪血 全都被平姐承包 一桶一桶的 好 猪血 因富含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 和易于人体吸收的 血红素铁 也被称为液态肉 非比寻常的猪血面 刚揉并济的血巴炒腊肉 朴实无华的酸菜炖血肠 独具特色的冻足红肉 无不彰显着各地老涛 对猪血的偏爱 那么他又会在平姐手中 幻化出怎样的红雅风味呢 麻辣薛鲜 很嫩很滑 跟果冻一样的口感吧 就像是咸豆花一样 色香味俱全 红雅的最好吃 红雅的最好吃 根底就要万之 后头万之 谁忘了 谁忘 万尔兰也就万尔兰 原来平姐每天要制作的 正是店里的招牌小吃 旺尔汤 最老火的时候 最老火的时候 想不起 就是人很多的时候 你不能每个人去满足的时候 就炒到你头都要炸 这个时候 就是最老火的时候 出去一桌又来一桌 出去一桌又来一桌 反正就在外面等着吧 嗡嗡嗡嗡 每天晚上回去 一睡觉的时候 耳朵都在嗡嗡地响 不想卖了 就是那个时候知道吗 如果大红雅来 不吃这家的旺尔汤就白来了 你撒个一下就知道了 好 搜到看 令人如此爱不适口的旺尔汤 到底是如何制成的呢 看我们桌上摆得 简简单单的调料和食材 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红雅最地道的 旺尔汤 旺尔汤 名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叫旺尔汤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是红色的嘛 现在兴旺吧 兴旺 红红火火 会不会觉得是 中国化的盐料 朱砂 这是啥 盐 过滤猪血 去除杂质 多这一个步骤 就可以提升细腻的口感 加水 让它凝固 加水这么简单就凝固了 两碗的 就加两碗 加两碗水 一比一的关系 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水 按同一方向轻轻搅拌 仔细撇去泡沫 猪血逐渐成型 咸淡 软硬 韧度等多个指标 同时达标 在于血 盐 水 三者 适量的配比 靠的是长颜累月的经验 也是凭借家旺尔汤 长久不衰的秘诀 你看这一盘猪血 你吃过的果冻里头 最嫩的那种果冻就是这种 差不多经过了十分钟 夏天可能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气温比较高 温度越高 你过的时间越短 越短 嗓子哑了吗 对 我的嗓子经常哑 经常哑 我外婆1951年吧 就开始住这个 她当时就是两个饼蛋 在肩上喊叫麦 可能当时这个声音就很湿哑 所以当时人们就叫她破罗血旺 大众就起到了 我是三代人猪了 我是第三代 一分成均匀大小的猪血块 看起来吹弹可破 实际上柔韧弹花 哇 它在这个勺上 感觉像是躺在上面 其实我没有再故意地抖 但是它自己在动 闪闪惹人爱的猪血块 争先恐后地潜入 僵肥未肥的热水中 火候其实挺关键的 待会儿必须把那个咸水煮掉 这个木也不停地打 这个水煮清亮呢 然后才关小火 火力大小 熬煮时间 如何确保猪血不散不碎 不生孔不起皮 都在三代人的无数次实验中 归结为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 汤水由浑浊变清澈 煮熟的血旺 纷纷浮出水面 你是换水了吗 没有啊 没换水 它就是自个儿煮清亮了 海水浮起来了 从刚才的猪红色变成泥包块 这都可以吃了是不是 对 血旺出锅 辣椒面在热油中欢腾雀跃 油辣子 花椒面 肥肠丝 葱末 花生 香菜 简单调味点缀 旺儿汤便散发出十足的魅力 最新鲜的红雅的旺儿汤 除了啦 太香了 哇 可以可以 特别像即刻来一碗白米饭 拌上 对 像饭 然后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很多红雅人 会回到你们家来找这口味道 因为这口味道 在他们心里是一种牵挂 香在舌尖化在心里 没错 没错 这就是我们家县的味道 记住了这个味道 一家老字号 除了主打招牌菜之外 更少不了其他弊点爆款 这就是旺儿汤的经典搭配 白仔鸡 白仔鸡 对 七十年代前 我母亲嘛 就和我外婆一起 一片一片地卖的 五分钱一片 来两片 给一毛钱 然后吃两口 然后慢慢地的盆卖 一年以上的公鸡 不加任何作料 清水慢煮四十分钟 自然冷却 突出本位 接下来 切肉可是个技术活 天阳 这是我妈妈 阿姨好 我们俩在阿姨的指导下 尝试一下这个白仔鸡怎么做 是煮好的吗 煮好冷却的 就是保持这个鸡皮是脆的 原来如此 对 我妈妈在这个金州银都在 真的 二十二个 二十二个 一天最多 熟齐刀落 很快 整鸡就被分成了均匀的小块 尝一下嘛 只有白水煮的鸡 你才能尝到鸡本身的那个香味 特别的香 有脂肪的那个味道 而且鸡皮是脆的 一点都不腻 教你怎么做这几种口味 三种吧 教你三种 好 好的 三种 我看你端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鸡汤 鸡汤 鸡汤混合适量生抽和盐 为鸡肉注入底味 再加入油辣子 花椒粉 白糖增香提鲜 甜辣爽滑的 红油白仔鸡 老少咸鸡 同样浸泡过鸡汤的鸡肉 在白糖 现青椒 小米辣 香油 生抽的接连助阵后 变身清香扑鼻的 青椒白仔鸡 盐 辣椒面 葱段 蒜片 成就火辣豪迈的 干拌白仔鸡 一桌下饭好菜 让人蠢贤欲敌 万儿汤是破罗血旺 传承了几十年的 一个招牌了 对 名副其实 我的妈妈 要吃鸡肉 最喜欢吃梅子 我们到大陆来 好吃 好吃 外地的到这个地方来的 就冲着这个菜来 就是第一时间 想回来 这个家乡的味道 就想吃这个味道 就这个就是一种 香酬应该是 七十多年时间 三代传承 从过去川街走向的 一根扁担 到如今门庭若市 凭姐 从掌背手中 接过衣钵 让地道风味 在弘雅百姓的舌尖上 化作永恒 清晨四点的红雅 大多数人还在熟睡 天池南街的一家餐馆 照例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 老板袁世文 提前三小时备餐 雷打不动十余年 因为他深知 第一波食客 以等候多时 全市马祖 有时候还要排队 早上洗碗 再去散发 你整天都会非常的精神 这么年仰 三天两头来一回 从小吃到饭 健康的招牌 一样真香 瞧着食客们口服酣畅 心满意足的样子 原来小店 如此火爆的原因 全载着热气腾腾的 哇哇羊肉 哇哇羊肉 初名的哇哇羊肉 红雅肉都喜欢吃这个 哇哇羊肉 冬吃萝卜 夏吃姜 红雅四季喝羊汤 看似清汤淡水的 碗碗羊肉 只需香菜打底 辣椒酱 腐乳 盐 依次加入 再淋上原汁原味的羊汤 一份经典蘸水 几块香脆爽口的 羊肉馅饼 绝妙滋味 简直易于言表 羊肉的本身的味道 好吃 哇这个羊肉 真的一点都不删 我没骗你 它特别特别的嫩 那到底为什么 这个红雅的羊肉 能够做到一点都不删 它要回甜呢 别着急 味道调查 马上开始 说到川味美食 麻辣鲜香 油润红亮 是人们脑海里 挥之不去的常规印象 而这柔和清淡 略带回甜的红雅 碗碗羊肉 为何会令无数老韬 爱不适口 答案要从源头说起 做羊要不删 首先要学好羊 我们红雅的羊 和其他地方的羊 是不一样的 它们生长着一个 很新香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 一片竹林 它们在竹林深处 是的 在竹林里悠然自得的 本地山羊 肉质细嫩鲜嫩 是深受红雅百姓 喜爱的滋补食材 悄悄地烤起 哎呦 哎呦 好 脸按一下 斜口气传传 看一下 看一下它有几颗牙 要看牙齿吗 对 看一下 两个以上就一衰以上 哪个位置的肉最美味 这个位置 那条肉 肥瘦相贱 身材非常俊美 我和我们的条件 走 把它抱回去 好的 常言道 想要长寿 多吃羊肉 整只烤 串成串 做成馅 头 体 肠 肺 肚 皮 肾 无不彰显着人们 对羊肉美食的极致热爱 而这种爱 在红雅 都化作了 汤清味醇的 碗碗羊肉 它不显 兴山的奥秘 除了格外鲜嫩的 本地羊之外 还在于什么呢 这琳琅满目的 调味料了 是不是这个 清汤羊肉 它吃起来 虽然是清汤的 但是为了要 做到布山 我们要 偷偷加很多调料 腌它 不是 只加一种 就一种吗 对 你看一下哪一种 从各式各样的调味料中 找出一种 除山法宝 着实有些难度 然而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就只是需要姜吗 对 需要很多姜 需要很多姜 每个虾都能够去除 这个三原的三味 它没有那个辛辣味 没想到如此简单 只用姜 好的食材 不需要复杂的工艺 姜起到一个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对 出人意料 碗碗羊肉 美味的秘方 就是生姜 羊骨耐煮 打底避免糊锅 提前处理干净的羊肠 羊肚 羊蹄 羊耳 羊心 羊肺 羊网油 依次入锅 羊肉一熟 放于上层 最后加入 拍扁的生姜和清水 再不需其他任何作料 大火烧开后 汤色变白 细心撇去浮沫 再转小火 充分熬煮 现在桌上就剩下了 这三样 羊肝 羊肚 还有羊宝 为什么把它们三个留下了 我是想让你看一看 这个羊身上 最新的地方 是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 最山的是羊宝 第二是羊肝 然后是羊肚 是的 羊杂去山小测验 第一题 回答正确 下面请听第二题 我们可以用这些调料 把它处理 不刺 不刺 你可以看一下 哪个搭配哪个 有点像对症下药的意思 就是最山的部位 可能是用到最猛劲的 这个调料 是不是 是的 是多选题 还是单选题 切选辣椒吧 考验升级 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五种辣椒 请问有何不同 我们四川是无辣不欢 辣椒也分很多品种 不同的辣椒 口感是不一样的 这个泡的二斤条 巨星方面是很厉害的 这个是腌的青椒 就让我想到了家里 那个腌菜罐子 干辣椒块 这个辣椒块里面 有二斤条 还有小米辣 一个辣 一个鲜 这个就是很常见的青椒 对吧 提辅助作用 提到这个菜的清香味 这个就是小米辣了 加米辣是清汤羊肉的最佳搭配 五种辣椒的特点 提示完毕 该怎样分别搭配三种羊杂 才能更好地去除兴山呢 先做羊肚吧 先做羊肚 山味最小的开始 泡椒 泡椒炒猪肚 我吃过 酸味的那种 是不是泡椒 不是 不是 错了 那是什么 是这个腌椒 大量的叶青椒搭配这个羊肚 酸辣味就出来了 腌味也出来了 那为什么不用泡椒呢 泡椒这个 我酸味更浓烈些 适合草原肝 原大哥给我们揭开了 两个谜底 所以说在遮山上 泡椒比这个烟青椒 要好得多 要好得多 对 羊肚焯水断生 切成条状 姜蒜呛锅 烟青椒释放出爽辣酸香 和羊肚一起旋转 跳跃 在与香菜共舞 滋味十足 羊肚改刀 火红的二斤条泡椒 入油后更加热情浓烈 简单调味 勾勾勾勾芡 诱人垂涎 腌青椒炒羊肚 二斤条泡椒汇羊肝 可谓一物降一物 还剩最后一题 谁来搭配羊宝呢 那我肯定选小米辣了 辣椒中的小小的王者 配这个羊宝最山的位置 是吗 用小米辣的话 它只是辣 但是不鲜 既要辣又要鲜 那我知道 那肯定是他 对 对吧 对 把这个辣椒片 给炒成糊辣的 合着羊宝是很鲜 你们把辣椒 用到的极致 就是喜欢吃羊肉 吃着吃着就爱上了 爱上了就想自己做吧 我也希望大家能学会 自己做 羊宝改道完成 干辣椒片入油锅 瞬间发出声声脆响 羊宝在浓郁的 胡辣香气中 尽情翻滚 鲜青椒 香菜 献出清香 爆炒香辣羊宝 尝一口就忘不了 此时 青汤羊肉 也已熬煮到 愁而不黏 味美鲜香 这桌 可谓是红雅人 魂牵梦绕的味道了 对 红雅人吃羊肉 就是一种习惯 一日三餐 一年四季 一碗碗羊肉 让红雅人回味无穷 有人不舍昼夜 乐此不疲地付出 于是便有人 口中少了些许星山 胃里多了份香甜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跟我一起走街串巷 现在我带你来到的是 红雅最地道的 羌族特色餐厅 欢迎回家 拿起来 谢谢 这是来自羌族的热情和祝福 走 一块去尝一尝 走 在这家别具羌族风情的宝藏餐厅 豪迈奔放的羌王鱼 内敛含蓄的核桃花炒腊肉 以及醉心肝 杨育瓷巴等众多令人食指大动的特色佳肴 无不彰显着 无不彰显着款待八方来客的百般热情 然而最具号召力的 当属这道独具一格的灵魂美味 哇 这道菜太珍贵了 山野风酱肉 山野风酱肉 听着名字就很不一样 是 泥土的香气 阳光的味道 红雅县土生土长的雅妹子徐燕红 是风酱肉制作技艺的第五代飞夷传承人 如果说烟熏腊肉是柴火与时间的结晶 那么这种不经烘烤仅调和酱料后 经自然风干的风酱肉 则是岁月馈赠给红雅先民的另一种独特风味 此般独特 首先来自于这非同寻常的猪 过去吃东西 过去吃东西 好了 过去吃东西 过去 你看它通体全是黑毛 然后鼻子特别长 耳朵也挺大的 这个可是猪里面很好看的那种品种了 叫雅和猪 雅和猪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条青衣江 青衣江以前的名字就叫雅和 当年我开始做风酱肉的时候 我们就寻找这样的一个猪种 这个猪种全世界也只有七头 生长在青衣江畔的黑毛猪 其初是老一辈红雅人家养的本地品种 但由于其生长周期缓慢 肥肉多 瘦肉少等特点 在市场上曾一度面临被淘汰 那么这种看似缺点众多的黑毛猪 为何会是制作风酱肉的首选呢 这个我们面前摆的这一大罗筐 还有猪头肉 猪肋排 金血的五花肉 第一步先处理什么 先把它改一下刀 将五花肉改刀切成合适大小的条状 为其接下来的蜕变做好准备 在这个肉皮上做点文章 哦 皮上做文章 对 用我们自制的包谷酒 这是什么 包谷酒 酒啊 好呛鼻 这是很高度的酒 对 包谷酒 包谷酒 就是染化猪皮 它以后再怎么风吹 它也不会说很坚硬 方便我们的所有的酱料入外 高度的包谷酒 均匀覆盖在五花肉 具有猪皮的一侧 以踢鼓的猪脸展开褶皱部位 凡有表皮处都要抹好白酒 既能软化厚实的猪皮 防止风吹后过于坚硬 又利于后续各种调料入味 咱们是要把这个盐心炒好 研制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入味 食盐在柴火锅中均匀翻炒 适时加入花椒粒 激发出其特有的麻香 趁热将炒好的食盐与花椒 均匀涂抹在猪肉表面 仔细按摩 既能有效杀菌 防腐 又能充分融入底味 因为我们成果一刷完年猪 那个肉没办法储藏 我妈妈这个储藏的配方 她当时只是一家一户的 去帮人家做好就行 也不输钱的 那可能很多 你那个寨子小朋友 小时候吃到蜂姜肉的味道 是你妈妈的手里 对 就是妈妈的味道 现在就是进入我们 最神圣的一个环节 给它刷酱 我没有看到酱油 用我们家做这个蜂姜肉 是不需要酱油的 我们用的是自制的一种 这种麦酱 不光是用麦酱 还有你看这么多香料 各种调料 桂皮 沙姜 八角 草果 香叶 辣椒 花椒 木姜籽等多种香料 以秘方配比混合 铁杵的敲打 让各自独特的香气合而为一 在提前发酱好的麦酱中 加入包谷酒稀释调和 再添入捣好的香料 充分搅拌 随后将醇厚的酱料 均匀涂抹在猪肉的每一寸肌肤 等它凉干以后 我们就会再刷一次 就是它一次一次的均匀的渗透到里程去 要保证每一片肉 它都能够吸收到这样的酱香 还要风吹日晒 没错 经过很长的大自然的这种力量 其实跟我的人生经历也差不多吧 我呢就遇到了生命中的 两次中特大地震 都把我们产房也挣毁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呢 是这个风酱肉 它就有一种治愈的味道 它会教会我更加勇敢 坚强地去面对所有的这些磨难 风酱肉对于红亚人来说 是一种时间的味道 刷酱 晾干 反复三次 风吹 日晒 成就岁月毫里 色泽剔剔透 肥而不腻的风酱肉 做成冷盘 津津有味 化身辣蹄膀 酱肉汤 香飘满糖 然而若想绘制口感滑嫩 气质超群的山野风酱肉 还需一种奇妙的食材 好好听哦 你的歌声 这歌唱的是什么意思 这歌唱的是我们签族的一个名歌 下亚语了 路上有点稀哦 你慢点 红亚丰沛的雨水滋养着万物 而我们要找的正是一种晴天隐形 雨天现身的神奇食材 它到底是什么呢 你看到没 我都发现这儿有了 黑乎乎的 上面还长着青苔 它就长在这个坡上 我以为是什么烂叶子泥巴呢 啥那泥巴 这个可是很珍贵的食材哦 我们这儿叫杀菌籽 有的地方把这个东西叫做地木耳 地皮菜 学名普通念珠藻 是一种生长在山坡草地间的固淡兰藻 蛋白质含量高 只有在下过雨 吸满水分涨发后才容易被发现 它将如何成就山野风酱肉的美妙滋味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去地泥巴道的这个地皮菜 还有一样的 这个是一种蘑菇叫鹿绒菌 鹿绒菌 鲜味很浓啊 入口非常嫩滑 口感也超级好 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耐心活 你看现在这第一道刚下去之后 整个清水现在变浑了 全部变浑了 全是泥巴 加盐沙菌用牙签剔杂质 反复清洗后的地皮菜超水端生 蜂酱肉煮熟 切片 泡发好的鹿绒菌入油炸香 待三者口感均被激活后 过油蜂酱肉释放出咸香底味 干辣椒 蒜片 鹿绒菌青椒段依次入锅 少许食盐酱油提味增鲜 地皮菜山山来迟 增添山野芬芳 保留清新脆嫩 夹块这个鹿绒菌 夹块地皮菜 然后还有这个蜂酱肉 味道怎么样 太满足了 如果每道菜每种味道都有性格的话 我觉得这个山野蜂酱肉 其实就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坚韧 还有我们满满的爱 满满的爱 蜂酱肉 让徐彦宏感受到了时间的味道 他引用满满的爱 守护着这道传统风味 让满足与幸福 在舌尖上停留 抚慰红雅人难忘的香愁 隐藏在红雅街头巷尾的特色店铺 经久不衰 时刻不断的秘诀 在于每道招牌在背后 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付出 一碗血旺 吃的是三代人久久难忘的八室安逸 一口羊汤 品的是夜以继日的温暖长情 一块蜂酱肉 咀嚼的是足以治愈一切的爱与坚强 历久迷心的老味道 便是慰藉生活的幸福与美好